那我想在我們的這個publisher 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要先教你 因為做海報嘛 你就先把那個背景先找出來 問題的背景你也不會做啊 對不對 背景例如說我們可能拿Photoshop來去創造出一個背景 或Photo Impact 應該很多單位都會有這個Photo Impact的軟體 背景設計師你就可以去創造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上課 為了上課方便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去使用別人的圖片 首先喔 首先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抓背景圖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在這邊輸入背景 然後呢 各位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去做一個很 我覺得很漂亮的這個背景 你看這邊一堆 你再怎麼設計你都設計不出來 這麼多漂亮的背景 對不對 因為 因爲什麼 除非你先開始放下你所有的工作 然後我們來開始好好的學美工 又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用別人的圖片 你會不會害怕 當然會啊 不可以用別人的圖片 所以我一定要請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工具 這個地方工具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使用權限 他說 不限使用權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且可修改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 標示為允許以非商業用途再利用且可修改 標示為允許以非商業用途再利用 請問一下 這裡面是不是有好多種 您看得懂嗎 看不懂是不是要去念一點法律 大概就可以看懂了 對不對 好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隨便拿去用吧 沒關係 這個呢 只要你不要用在商業用途 就沒事 這個 建議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設而已 他還沒設 好 例如說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 你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使用權限寫 變成什麼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且可修改 點它 有沒有發現那個圖片好像變少很多 反正還是很多啦 因為剛好背景這邊很多 剛好背景這邊非常非常多 好 那 例如說 假設我現在我挑了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 不要直接用滑鼠右鍵去另存 因為這是小圖 所以建議點它 點它之後呢 點它之後 這張圖是不是比較大 滑鼠右鍵 另存 另存 圖導 你千萬千萬注意喔 另存圖導 假設我們現在存 建議就是存在我們自己 剛剛低磁碟機底下 建立的這個 然後 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 設定這邊 因為海報無非就是要有背景 所以你可能會抓很多很多的圖片 好 所以你要不要設一個背景的資料夾 好 不過這邊直接從檔名上面看得出來 好 960x720好 存檔 這樣是不是就下載好了 下載好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 Pover ratio 要去應用什麼 插入 把剛剛那張圖片插入進來 所以怎麼插入呢 插入圖片 然後接下來 不是去下載裡面 而是我剛剛是放在低磁碟機的 Pover ratio 2017 1124 然後點它插入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有一張圖片了 你就可能 可能要去學會一件事 放到這個地方 放到很大很大很大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再把它縮小 縮小 可以嗎 大概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 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稍後晚一點我們再來談 我只是要告訴你 不要去下載到那種 可能將來它會來告你的圖片 可以了解 剛剛這裡面 這裡面如果 如果我點選 這邊 標示為允許再利用 標示為允許 可是如果我點選這個 標示為允許以非商業用途 也會出現這一張 也會出現這一張 可是假設我今天不設使用權 我覺得這一張很漂亮 對不對 我覺得這張很漂亮 可是呢 當我今天工具 然後使用權限設定為這個不限使用權 你可能就看不到剛剛那一張了 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說像那一種還沒有標示的 暫時 我真的澄清見你不要用 還有我們今天是為了公物使用的話 它當然不是商業用途 這是絕對可以明顯的區分 但是很多人會下載到這個不限使用權 是因為預設就是不限使用權 因為Google公司是以最多的圖片來去呈現為目的嘛 好,請你們現在動手下載一個你喜歡的圖片 然後當作是背景 好,那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背景的底圖了 好,我們先求有 然後接下來再教你 什麼叫適合 什麼叫不適合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